大家發現,其實主要就是這三行 然後其他的部分,外面這個回圈 其實就是說把所有的都在做切割 所以一般是建議各位,如果你不太會寫這個 你可以先寫一個儲存格 再去寫全部的儲存格 所以這樣的步驟來做的話 理論上很複雜的東西 慢慢也可以讓它簡化 但是如果你叫你一次要把 一個回圈寫出來 那當然難度就比較高了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完成 再來的話,第二個就是如果多個 多個,比如說哪一個儲存格 比如說第六個儲存格 這個就是一個、兩個 那該怎麼做 理論上當然如果你沒有答案的話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先把它複製 這個也叫什麼,字串切割二好了 那回圈我先拿掉,因為我們練習的時候 如果假設加回圈 其實會太複雜 所以一般我會把它回圈先拿掉 然後呢 按SHIP加TAB 讓它往 應該是 TUPAI TUPAI就 向左 然後呢 要怎麼改 所以喔 如果它是多個 所以這邊的話 I改成6 第六 就是A6這個儲存格 A6這個 然後要把它輸出到 B6的儲存格 所以這個把I也改成6 所以把它改回來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我切割的話 我要怎麼切 比較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 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呢 如果假設你沒有 有答案的話 有個簡 像我的習慣是要 反正不然我再設個中斷點 然後讓它跑跑看 跑完之後呢 或許就有答案了 比如說第一個 切割嘛 這個切割的話 一定是從錢瓜五切 切完的結果看一下 所以你 執行嘛 這邊設中斷點 下一步的話 按F F8 它就下一行 如果你直接再執行 它就全部跑完 按F8就下一行 那這個時候當然執行 過這一行 所以你那個ARE裡面 應該就有正列 所以我按右鍵 新增鍵看試一下 OK 然後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眼鏡 眼鏡 然後打開 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不只一個 可是 它有一個地方 好像是我們 可以 要的 哪一個地方呢 你會發現 它好像除了 AE的0 0是前面的部分 不要的 這個是瓜五前面的部分 這個是不要的 可是後面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我切割第1個 第1個是HTM 這個是我要的 如果第2個在哪裡 第2個的話 因為它切這個第1個 所以第1個在 這個是0 然後再來切 這個又一刀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1 然後這個就變2了 所以其實我們要的資料 應該在 1跟2 那0不要 有沒有 如果有3個的話 那就1、2、3 0還是不要 所以其實好像我們慢慢 可以歸納出 一個道理 就是說呢 我 這個地方 只要先切 所以跟剛剛一樣 那會 剛剛只有1 其實2也可以直接拿來 再來就是 用什麼 把它後面這個地方 再用後瓜五切 然後再取它前面的 就可以輸出 把它串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 後面該怎麼寫 對應的程式 剛剛有同學說 用Magic Bounce 可以print 不過其實除了用新增監看式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用什麼 用即時運算視窗 但是 即時運算視窗通常會在 那個什麼 在中段模式裡面 才可以run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說 ARRE 裡面的EE裡面放什麼 你可以ARRE 小瓜糊裡面放個0 然後你按print 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幫我把 ARE 有沒有 它應該到這裡吧 這些東西啊 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知道 E裡面放什麼的話 那你就按 ARE裡面 這個地方就跟你講 它是放這些東西 到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再切一刀 我再取前面不就好了 那ARRE裡面放什麼 有沒有 其實也是這個啦 其實 他要的 我們要的東西 其實就是 這個網址 一直到後面 到這裡 所以一樣有個後刮物 把後刮物前面的東西 抓出來就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根據 剛剛的這個地方 底下再寫一個回圈 應該就可以搞定了 不過這個回圈可能相對複雜 我習慣用 4J 因為呢 I剛剛 我沒有列 4J等於 那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 這個什麼 ARE 剛剛那個監看式 如果你要把監看式 叫出來的話 這邊有個 監看式窗 在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 裡面沒有 再把他 再監看一下 裡面空的 所以我把他重跑一下 這邊先 這個先delete掉 OK 按F8 那這裡面應該就有資料了 那所以我要取的 不要是零 我要取 1跟2 所以我可以在底下寫一個 回圈 就是 4 J 等於 跳過0 從1開始 到 後面不管幾個 因為你會發現 後面其實都是要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 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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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 看一下這個 AR1裡面 它最大的那個 是哪個編號 理論上應該是 012 到2 所以我們就是 從1跟2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OK 那做什麼呢 一樣 就是把這個 AR2的程式 放在這個回圈裡面 然後呢 去幫我切割 切割什麼呢 切割一樣後刮壺 那把他的後刮壺切割回來 放在array2裡面 所以切割 要取 前面的值的話 那就是 array2的1 就是 編號0的部分 那我們取得之後的話 記得喔 你可以 再把它串接之後再輸出 那串接的話我們可以 把它串在一個變數裡面好了 比如說串在一個s好了 s等於 s自己本身 end end什麼呢 end這個 AR2的前面的資料 前面資料的話就是 有沒有 小瓜壺0 前面的資料 就是 後瓜壺切割的前面資料 那串完之後的話 一個 兩個 最後呢 再把這個s怎麼樣 做輸出 所以這邊可以改成s 好 這樣的話理論上應該就OK了 試試看好了 把它停掉一下 重新再跑過 看一下這個結果 OK 這邊把它輸出 理論上這邊應該就是 第一個超連結 第二個超連結 看一下結果 OK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就是 得到的結果 就是我們要的 第一個超連結 應該就是這個吧 由此 第二個超連結 就是 從哪裡呢 從這裡 一直到這裡 所以剛好 可是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把 上面跟下面 這邊換行一下 那理論上換行 我們在這邊應該是用什麼 如果手動的方式應該是 加一個什麼 LT加Enter 是不是 這樣子 如果我們要換行的話 可是喔 如果我在程式裡面要怎麼做 其實程式裡面 就是要在這個地方 在 它這個資料的後面 再串一個那個 換行 換行的話 在 程式裡面 我試過應該是 CH CHR就是那個字元 10 10的話 其實就是 LT加Enter 所以如果加一個換行 那就是在這個尾巴的地方 再加一個換行符號 它這個地方就會幫我換行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如果這樣子 可以的話 那一個可以全部應該就可以 輸出 有沒有 這個就換行 所以其實 假如說 你要在那個 VBA裡面換 在Excel儲存格裡面換行的話 那其實就是這個 加一個CHR 10 它就幫我換行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程式 可能會 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那個陣列 取哪一個的 資料 那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打的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1幾頁 第2頁的地方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畫面再 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難度比較高一些 其實如果這個寫得出來的話 後面的理論上就在外面包一個列回圈 那全部都OKOK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好 那我剛剛寫的程式 我也有把它放一份 在那個雲端 白板的第2頁上面 請各位可以 自己再稍微參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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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